1月22日 华为副总于成东发微博炮轰 小米Note顶配版采用的 两K平电池续航太差 而小米总裁林斌则迅速回击于成东 是因为华为Mate 7 不如小米Note恼羞成怒 一时间小米华为的骂战爆红网络 国产手机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我们知道这个互联网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让产品让商家 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 那像小米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直销的一个渠道 获得了很多的粉丝 那您觉得它这个直销和这个低位的定价 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是不是一回事 直销和定价 它是一个战略定位和战略配成的关系 那直销手机就是它的战略定位 有的这个战略定位呢 企业要方方面面地运营 围绕这个战略定位去展开战略配成 所以比方说产品啊 价格啊 渠道啊 传播方式啊 公关啊 这等等都是围绕去实现这个战略定位的 所以那个麦克尔波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 它叫战略就是去创建一个定位 就是通过一套不同的运营活动 形成环环相扣 最终去夺取一个战略定位 所以那小米的它的战略定位就是直销手机 但是它围绕着直销手机 所以它会它有不同的产品 它的价格比较低 所以它这个价格低的是因为它直销手机带来的 它不是只是说单环节是一个低价手机 对 因为低价它可能有很多种原因 比如说可能就是成本低 对吧 但是小米呢 它是实际上把自己的战略定位是直销 就是因为这个直销 因为减少了中间环节 所以造成它同样品质的东西 起码它是这么说的 所以价格相对来说反而要低一些 没错 也就是中国企业如果单纯的只是靠低价 来做那个价格战的话是没有前途的 你只有通过一个很好的战略定位之后 能够实现一种结构性的低价的要求 这样的话才可能持续下去 它是可持续的 你比方宜家家居 它并不是一个低价 它是因为它是一个战略定位上是一个自住的家居 DIY 是一个DIY的 它自住能够带来一个低价 那这个低价它和这个是可以配衬的 这个低价方式和它的定位能够配衬起来 它就可持续 可以持续下去 你想像京东 京东为什么比苏宁可以便宜呢 因为我没有中间环节 没有店铺 没有店铺的话 我没有中间环节 所以我的低价 我可以将价格战进行到底 那它和格兰市的价格战是不一样的 格兰市就是一味的低价 完全就是价格战 但京东它的起来 它就不是靠价格战 它是靠一个定位 它是在网上 它没有了店铺 所以它这个关系是能够协同下去 其实这个定位 它定位是直销 然后带来的低价 但是可不可以混杂了一些 可能品质 其实也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在 这就是这个战略的微妙的地方 你问的这个问题 微妙微妙就在这里 就如果买小米的手机出了问题的话 它会怪自己 它觉得我买的这个手机 它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是买到 比方说买是一个低价的手机 比方经历也好 酷派也好 它就会觉得 我当时摊了便宜了 果然这个手机就不好 所以这就是微妙的地方 当你有了一个很好的定位之后 带来的这个低价 它带来的这种消费体验 它就不会说 我这个产品低价 带来的一种出自烂照 而是会觉得 可能是我自己使用不当啊 在经历了手机的巨大成功后 小米开始雄心勃勃地铺开业务面 平板电脑 电视盒子等 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然而2014年第三季度 小米平板总出货量 约55万台 而同时期 华硕联想平板 分别出货350万台和300万台 成绩不甚理想 其实我们几次 就是聊这个品牌定位的时候 都会提到小米手机 就是在您心目中 在作为这个品牌定位专家来 感觉的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 在小米不仅仅是小米手机 它现在呢 也在像电视啊 平板啊 路由器啊 盒子啊 等等这些方面发散 那你觉得 它的这个战略定位 是怎么样的 你怎么评价 我觉得它的战略行向 已经偏移了 所以它在小米电视啊 平板啊 这些路由器里面 它会比较难有作为 而且这个偏的话 可以会 很有可能会把它 现在的成功的基础 给破壞掉 随着它的电视啊 包括智能家具啊 平板 这些如果越做越大的话 小米会慢慢会变成一个 平庸的一个品牌 平庸的一个企业 是没有竞争力的 小米的定位 它并不是一个直销的渠道 它和京东的战略定位 它是不同的 京东它是渠道 小米的定位 在顾客心智中 如果你要去探寻 潜在用户的头脑里 你想到小米会想到什么呢 它一定是直销手机 它是一个手机的概念 是很强 这个烙印 它已经很成功的 在顾客心智中 烙下来了 所以呢 这就注定了 影响小米 要如果拓展这个定位 要把它破坏 往外面开发的话 那么它这个基础 它就会被破坏 比方 荣耀手机 为什么会增长得非常快 跟小米 偏离它的战略行向 是有关系的 被它的对手 抢占的位置 对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小米这个位置 很有可能 如果它继续在平板 在智能家居 在这些电视上发力的话 它的位置很有可能 会被别人抢走 像荣耀这样的 类似的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和那个 雷军打赌的董大姐 董明珠女士 她这个定位 原来是不属于隔离的 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在头脑里面 那个空调的定位 是属于有一个 叫春蓝的品牌 这好像是印象当中 第一个 起码是第一个 打广告的 是第一个进入头脑的 而且当年春蓝的市场份额 比现在隔离站的份额 还要高 恰恰是春蓝 像现在的小米一样的 它去做汽车 它去做摩托车 它去做其他等等的时候 这个时候 隔离抓住这个机会 把它的定位 这个位置给抢夺了 所以现在 董大姐你看多么辉煌 但是你想想当年的春蓝 其实当年春蓝的领导人 比现在的董大姐 应该还要辉煌 当年那个陶建兴先生 因为春蓝的成功 他已经是党的领导人 他是中院候补委员 起码董大姐还没有进入 党的领导人行列 说明他当年的成功 但是也是因为他 把自己的定位给破坏掉了 刚好隔离有了机会 就能够把这个位置抢在 你刚才也有说 华为的荣耀 其实抢占了小米的 很大一块市场 我们也的确看到 它的这个销售增长得很快 但我记得你说 这个荣耀这个名字 起得很不好 为什么它很不好 这个起名字 跟它这个品牌定位 有什么样的关系 名字 首先我们要谈清楚 名字的作用 名字在这样的一个信息 已经完全是一种 像海洋淹没的时代 对移动互联网 我们所有碎片的时间 都被那个移动互联网的信息给淹没 那名字它起什么作用呢 它就像那个锥子一样 你的好的名字 它就很锐利 就是能够穿透 这样信息的海洋 使你的信息 能够穿过层层的海洋 能够抵达潜在用户的心智之中 这是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 它就像我们的一个衣架一样 它像那个衣架的钩子 如果你这个名字不好的话 就是这个钩子的这个弧度不够 就挂不上去 使得我们整个的企业 在顾客心智中 就很难得能够留住顾客 所以一个锥子和钩子的作用 在一个信息化时代 使得企业的竞争 就是一个 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没有这个因素 比方荣耀这样的品牌名字 那这个名字到底哪里不好 它缺乏足够的独特性 在这一点上 小米做的就比它聪明得多 小米 百度 天猫 淘宝 支付宝 这些名字就非常漂亮 像荣耀这样的一个名字 就一片茫然 大家说荣耀 它没有一个非常独特性 像阿里巴巴 这些名字非常独特 所以那个荣耀 但是荣耀的 您刚才讲的 荣耀的意识增长的原因 是因为首先市场太大 中国是全世界四亿多部 这么巨大的海量市场 其次是小米给了它机会 犯了错误 是这两个原因 实际上华为在荣耀这个名字上面 像吃了大亏了 很多的费用 很多的努力 都被这个名字不好给抵消掉了 但是企业是看不见 所以我会建议华为把荣耀的名字赶紧改掉 互联网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横向扩张 2013年互联网大举进军金融领域 余额宝让各大银行领教了互联网金融产品 强大的吸进能力 同时互联网公司也在向对手的优势领域发起冲击 2014年阿里巴巴开始研发手机游戏平台 而腾讯也从未放弃过做强电商的梦想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互联网市场 大家都觉得这个互联网上因为无所不能 什么东西都可以在上面销售 什么内容都可以在上面做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小米在向各个市场来扩散 其实像它这样的还有不少 比如说像淘宝它也开始介入旅游 京东也开始做金融等等 那你觉得这种是互联网带来的必然的一种趋势吗 在早期 早期因为互联网它是一种技术革命 所以它在企业的运营的效率上面 它会大幅的提升 所以看起来好像无所不能 好像所有的行业都可以进 但实际上马上接下来就会带来战略的隐患 像再好的运营效率 它这个信息对称的速度 技术跟进的速度都飞很快 所以最终企业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这个品牌的与众不同在哪里 所以现在这种互联网无处不在 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陷阱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当其他人也跟我能够做到同样的运营效益的时候 那么我的竞争力在哪里 所以您说这是早期的一个阶段 就是开始膨胀 然后慢慢慢慢它又开始精简 一定会进入的 一定会进入到手术 像比方我们国家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你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企业几乎都是小而全的 都是集团化公司 什么业务都有 这个也有 那个也有 但是20年发展以后 大家会看到不断地要做减法收缩 不断地收缩 所以在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新技术和新市场里面 正在重演这个现象 我听起来您就是觉得在战略上 其实更推崇就是向众生这条线来发展 对 就是要专注一些 专注一些地形成我的环环相扣的竞争力 最终做到的时候与众不同 而不是做同样的事情比人家做得更好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说只能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小米就一定只能做手机 这里面是两个 如何把握这个度 这个度的把握从两个角度去把握 首先是这个顾客对我们这个品牌的认知 比方顾客对我们的 对小米手机 它就是一个手机的时候 如果有了这个认知的话 你要去强行破坏它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要点 要从顾客认知的角度 第二个要点从竞争的角度 竞争的角度 你比方小米 他现在如果跨到去做平板 做电视 恰恰荣耀这些品牌 他就会一军崛起 竞争对手会来把你的位置给抢算 这是第一层竞争 第二层竞争是什么呢 小米你去做电视 做路由器 做那些智能家居 在那些领域 每个领域都有一群群的竞争 对手在等着你 所以小米这一下会进入到 人家那个重重的埋伏 实面埋伏之中 所以这种竞争也不允许你 去跨得太远 我也是这样的一群人的养群的对手在沙迹 你怎么会变得太远 我也是这样的一群人的旅人的旅行 我就是这样的旅行